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业余小偷》 故事一开始,老白是一个职业小偷,这天他偷了一盒巧克力给妻子当礼物 毕竟这么多年的夫妻,自家老公什么德行妻子也清楚 就让老白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原来老白是想用自家的60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 收购一家银行旁边的披萨店掩人耳目 然后再从这家披萨店的地下室打洞,挖到银行狠捞一饼 从白天说到晚上,妻子终于统一了下来 然而就在俩夫妻准备租下披萨店的时候才发现店面早就被别人租走了 为了得到这个披萨店,老白很有诚意的买了一束鲜花去拜访买下披萨店的人 见了面才感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不正是曾经和自己一起坐牢的御友吗 在谈话中得知,御友租下披萨店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想把披萨店改成花店 等生意红火的时候一把烧掉片宝 老白听后也是无语了,就把自己的打动计划告知了对方 御友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计划甚妙 于是就加入了老白的队伍 很快他们又招揽到了其他的同伙 之后老白让老婆在店里卖饼干掩人耳目 设下一群人走在饼干店底下拼命打动 就这样打动的计划一天天进行着 老白他们每天都因为找不准方向而苦恼 相比之下因为老白妻子做饼干的手艺太好 上面的饼干店慢慢人满为患 为此妻子还专门请来自己的表姐帮忙看店 这天表姐去地下室拿货物的时候 发现老白和她的朋友们的行为特别奇怪 老白只好找借口说要在底下改造出一个茶室 结果表姐转头就和来买饼干的警察说了这件事 久而久之饼干店生意越来越横火 而老白的地洞也终于打通了 只不过他们挖错了方向打到了一家服装店里 此时警察顺着地洞钻了上来 这警察可不是白干的 当时听完表姐的话就察觉到了猫腻 老白本来想狡辩狡辩 反正自己的地洞打歪了 也没有证据说他要去抢银行 没想到此时警察收起手枪 高兴的说道刚才是吓唬你们的 还跟老白他们提了一个商业计划 原来警察的亲戚是学工程的 他建议老白将妻子的饼干店开成全国连锁 毕竟现在饼干店生意已经比抢银行更赚钱了 一年后老白果然成了饼干连锁店的CEO以及首富 其余的合伙人成为了公司高管 而警察当上了公司副总裁 在发财之后 妻子开始不满足于现在的饼干王国 绝对有钱人需要有更高的眼界和品味 于是他会定时召开一些艺术交流会 想要通过交流 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流阔太太 不过妻子这一身爆发户的穿着实在有些辣眼 顺带还被来参加聚会的人搅了舌根 从此之后妻子到处找人学习 并且每天花费很多心思在艺术鉴赏上面 慢慢的妻子认识了一位长相帅气的艺术老师 他开始每天跟着老师品酒学习 这天妻子跟着老师去参加展览 老师看上了一个香满钻的烟盒 妻子一高兴将其买下来送给了老师 老师见妻子如此阔绰就又带着妻子领略了各种上流的奢侈体验 就算老师想要更进一步骗财骗色时 妻子接到电话 自己的饼干连锁店被会计贪污污现在已经破产了 出于信任 妻子想让老师给自己帮忙出出主意 没想到老师见妻子没钱后立马翻脸不认人 另一边老白不仅破了产 而且还发觉了自己妻子和帅气老师终日鬼婚的事情 老白不甘心于是准备重操就业 这一天他计划去偷一位傅太太的项链 为此他提前准备了一个赝品调包 没想到刚把赝品放进去傅太太就上楼了 老白只好赶紧藏身 等傅太太下楼之后老白自己也分不清 项链到底哪个是真哪个假了 情急之下老白只好凭运气随便拿了一条 回家之后妻子开始自责 认为饼干店搞砸以及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都是自己的原因 老白安慰妻子 没关系 我这偷东西的手艺还没丢 足够养活咱们一家人 顺便拿出了今天偷的那条项链 不过妻子跟着老师也没白绝 一眼就看出了这项链是个赝品 老白无语了 就在即将绝望之际 妻子突然拿出来一个钻石烟盒 正是他曾经送给老师的那一个 妻子淡定的说 多亏你曾经教过我怎么开保险箱 这才得以把这个烟盒重新拿回来